一路在前天晚上,有两位男子吃饭遇上了八名高中生,只不过不满其中一位学生,手肘放在椅背,撞到了他,双方互动,结下了梁子。 这两位男子气不过,吃完饭后还拿西瓜刀和安全帽,就这样子一路追打着高中生,造成了两位学生头部挫伤。 警方事后也迅速抓到了两位打人的扼杀,一伤害罪,一送侦办。 警方事后也在南海积极的部署,富比斯报道,美国以跳岛的方式来演习,为了就是要在最短30天内躲岛,并且攻击大陆的船舰。 同时预计在明年,还要再砸下105亿的台币,来扩大印太地区的军事年度预算。 而起来吓了一大跳,这是因为气象局发布了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简讯,让大家很紧张。 因为今天早上7点多,在台湾东南部外海才刚刚发生了一起规模4.6的油感地震,在台东震度还有4级。 不过再仔细的来看看这个简讯才发现,原来这只是地震演练,虚惊一场。 他撞到内线车道的小货车,两台车失控,撞上了护栏,被撞的自小客车,车顶是几乎整个被压扁,一家人一度受困在车内,还好顺利脱困之后,只有轻微的擦错伤,没有大碍。 上科学人杂志脸书下了业配要宣扬莱猪的议题,在里头还提到了加了莱克多巴胺可以增加收益,而且环保,这一席话让人瞠目结舌。 被网友质疑,没有事先提更多的知识论证,完全失去科学精神。 而科学人事后也紧急撤下广告,并且表示会退回广告费。 门委会则表示,要厘清是谁委托科学人刊登广告。 有网友捕捉到在富士山顶出现的超巨云朵,像是漩涡,又有点像是幽浮,让人一度以为是不是批图批出来的,在网路上引发讨论。 不少人说外星人又调皮了,还有人歪楼说,你没有看过WiFi吗?大惊小怪。 而专家解释,这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,代表天气相对稳定。 至于第12号台风,白海豚最快可能会在今晚到明天生成,但对台湾不会造成影响。 不过要注意的是,周四风明会报道,到时候气温会再下滑,一到两度。 太便宜的也不要买,现在领导的未出国行程夯报了。 去金门四天三夜,包吃包住居然只要2999元,让好多人惊讶,因为其实光是来回金门的机票就要3000多。 这么的低价古不其然爆出了乱象,有人每天不停的被换房间换游览车,有游客在太武山还被丢包了5个小时。 频道协会说,出油钱最好先上网查市场的行情价格,如果是太便宜的廉价团,品质可能都有疑虑。 纸品业酒的业绩是逆势上涨,台湾就迎来了8年来最大的餐饮挂牌潮。 然而,亚洲藏兽司在17号风光挂牌上柜,然而迷入行情却只有少少的一天,隔天的股价就重挫,重挫超过了13%。 另外包括了以卖味灯早餐为主力品牌的杨琴,还有最大连锁锅贴业者八方云集都要接棒藏兽司挂牌上市。 对此投资者是否要加入抽签,专家也提出了建议。 警方破获了一起机房诈骗案,另一位嫌犯把据点设在了男子区一栋大楼的12楼,锁定旅居海外的华人。 以对方手机外泄个资要求对方要花钱烧灾,不然就会被逮捕。 甚至在警方攻坚前,嫌犯还把手机从高楼往下丢,试图要销毁证据。 但是作案的15只手机全被查扣,六位嫌犯也一诈欺罪,移送地检署正办。 而美国选举所谓的十月惊奇,提早在九月发生。 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,让民调落后的川普现在有机会翻盘了。 只要川普提名保守派的法官获得通过,一旦选举有争议,闹上了法院,川普等于是稳操胜算。 而在这种情形之下,川普已经无心在海外起战端,接下来打反中牌的力道应该会减弱。 来看公邦华林子慧,来自纽约的报道。 每年五月初都会有黄金周假期,而今年很特别,在九月下旬也有四天的廉价。 日本人为这个秋季假期取名为银色周。 因为疫情趋缓,各地也涌现了出游的人潮。 在东京雨田机场还有大型复合设施开幕,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开战机的快感。 有历史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,要有最美王储称号的伊丽莎白公主,在高中毕业之后,从九月开始要进入布鲁塞尔皇家军事学院,要接受为其一年的军事训练。 最近王室也分享了许多公主身穿迷彩服,还有手持突击步枪的英姿勃发训练召喊影片,显见公主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。 在天空中出现了壮观的双圆环彩虹。 在大陆广州,这道亮眼的彩虹从高空俯视连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。 平常我们看见的彩虹大多都是半弧形的,这是因为地平线挡住了下半部分。 要形成双圆环彩虹,大部分只有在早晨和傍晚雨后水气充沛。 而且太阳光入射角要42度左右时才出现,十分的罕见。